賣三眼淋波,你都三眼淋波了,當然要高輸出了,幹嘛要往血奈走啊? 這跟自己過不去 三眼淋波就突出一個暴力 是不是對面太菜了是吧 你被四弓打出去,那倒沒說 石木林沒狀態,沒神氣效果,疊不動 這個大堂抗性著實是很高 因為我這把兩邊對點 石木林刷雙倍輸出那個 謝謝啊,雙倍輸出那個就別想了 你正常只求有新移密語就可以了 對啊,這個不太可能 不是說不可能啊,可能是有可能的 地府還揚,那你這樣想 既然你都要地府還揚了,你幹嘛還血奈淋波城 你不覺得這很矛盾嗎 哎呦,速度還算差了 大堂先掃地府再收魂 對啊,還揚以後本來最低要抗性 對面用的是善惡,沒有用平卡 這個用的平卡 出了個神佑我沒死 變飛行卡的雙齡波 飛行卡 女兒直接點的牆拉 第一回合吃五龍,保證出手啊 但是我記得全民PK賽 切入戰鬥的時候必定是夜晚 那他虧20%的傷害啊 然後正你沒打過啊 那也不這麼說啊 反正這個肯定跟運氣有一定關係 那可能他暴擊數比較多 或者你也沒法封吧 這種也有可能,或者寶寶不神 你面對四弓的時候寶寶不神啊 沒法玩 那倒是,一般不盲期也遇不到這種隊伍 遇到了你也可以提前 預判 碎玉化身不讓活血 對面繼續點神木了 那我們這邊碎玉地府還是怎麼樣 碎玉的是化身 有什麼特殊的想法嗎 這把沒有防一手這個神木啊 不過如果對面善惡 對面用的是善惡的話 估計還是會死 這個區別倒不是很大 清一下大腸的寶寶 這個善惡壓濕 差了一點點沒壓住 但是對面大腸是殘血的 對面女兒村是不是得手動給大腸頂個要啊 不然的話 或者說對面配速要強拉一下 但是他強拉就沒人開化身了 還是得頂要 沒贏,輸了 感謝路人7025送的粉絲卡 謝謝謝謝 他大腸沒吸野獸 騎虎未讓大堂能騎野獸 感謝我秦始皇打錢送的粉絲卡 謝謝謝謝 放下肯定放了 他估計開場點殺節奏比較快 一直在壓人 所以沒空騎野獸 那確實 長妨礙 呃 但我自己也畫在途中 唉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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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 我本来也以为是 结果发现珍宝阁并没有封印成功持有 反而血量变低了 那就说明其实跟血量没有关系 随机的 它就是一个波动值 不是你跳了青石的话 你可以看的呀 就是你浮到那个青石技能上 你别按嘛 你把鼠标放上去看一下 掉多少血你就知道了 它有一个范围 反正这次最多好像是掉2000多 没有像之前的要掉3000多这么多 而且如果你的血量 不够那个青石掉血的最大的那个量的话 它会告诉你 就是你使用青石技能有可能导致死亡 它会告诉你可能会导致死亡 就警告那个东西 如果有小小秒八 他刚才花雨哥要出了这个的话 那一会儿出地厅也不太好出了 我并不知道秒八分不分零零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秒的数据给我的感觉是不分零 伤害挺高的 不是持续多少回合 持续随机两到三次 这个具体只有施法的神木灵才知道 我不知道谁打的 我只是来看比赛 不要想太多 就不能居然是对点 这么狠呢 顶着地厅点杀 流口气 小死亡挂一挂谢谢 只要他扫不出来就可以了 还可以扫不出来 对面非常贪啊 冰川怒点啥 他觉得伤害够了 那宝宝应该全屏砍了吧 这波对面主要没有猜到我们这边居然敢 顶着 他居然还有用善恶 顶着地厅去点啥 他猜错了 这边有点大藏 点了个小四海 不知道够不够啊 诅咒之伤 不知道对面敢不敢直接换那个 坤棚 就是无视这个地厅换坤棚出来 说明对面化身的路并没有很多 诅咒之伤40点是吧 诶是奋都要带下40点还是一共40点来 对其实换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换了我们这边女儿村 这回合就可以直接点针对面地府 看女儿村怎么想 而且如果大唐暗房御家宝宝贴 对面这个地厅不出暴击的话 可能还死不了 当然出暴击了 出暴击的话暗房御家贴也会死 也没有针 那就都说明对面花生100的怒 不到 然后被笑了 直接点女儿 狠人 两滴一尺一个杜劫 不是什么杜劫 一个射魂 就是那个超 八个技能的那个吧 优优独播放 三滴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他也沒炎 那下巴我們這邊大堂可以起來 你們看這個傷害不像分靈了吧 摇這個寶寶鈴鐺 然後寶寶親這個寶寶 他女兒孫沒拉起來 他女兒孫應該是最右邊的寶寶拉的 碎魚化身不讓加血 他孩子沒配上素 對面先中的毒再開的封印 這個非常的尷尬 沒砍到 還行還行神木靈沒有直接出寶 我跟你說 我跟大家講 我們這個珍寶哥打法還算是比較穩健的 大堂平砍加神木靈跟荊棘舞 但是神木靈剛好當時場上是沒寶寶的 像屈服的打法就大堂平砍的話 神木靈就直接出寶了 他覺得反正砍是一定能砍到的 我傷害夠了不用不需要補刀 神木靈直接出地聽 衝刺 我只能說 其實兩個思路都對 沒有說哪個對哪個不對 因為你大堂平砍你肯定是默認能砍到 為什麼不偏紅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平砍 他可能怕對面萬一活上了呢 平砍出把滿天 然後再跟個荊棘舞能急死 大概吧 太快了 快過自己的地府 那也好 沒有長驅植入這個技能 怎麼覺得反而賺了這樣大堂死了 好 那倒是如果用偏紅的話 可能會導致大堂速度快過地府 下回合不太好點 但是因為內行被侵蝕了 你又只能保留偏紅一擊這個技能 對面那隻快地鐵沒人清 這個我們這個地鐵如果不夠快的話 可能會被對面這個地鐵清掉 有點尷尬 這個應該放棄了 本來應該是女兒村的寶寶清的 被對面經濟舞一把直接擠死了 好 最後一把秒八 這是個配速 看看對面這個地鐵的速度是不是又快過自己的地府 對面這個牌的地鐵的步驅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以前大家都不抢 是因为他们不懂国标吗 我想应该不是的 驱散 这个应该去点杀会比较好 这个驱散的话对面可能会反过来点 当然了他前提是觉得我们这边女儿村不够精亲 因为他女儿村封了一下我们这边的大堂 刚才按理说大堂应该平砍地厅 结果又怕没砍到 偏红一击 但我说实话如果这个偏红一击 按出去下回合这个大堂速度就真的会快过地府了 我们这也差不了太多 确实快过地府了 所以说偏红一击这个技能是不能乱用 这样杜劫还没破掉 他这把笑里应该不是想笑杜劫 我不是想笑罗汉 这样就感觉很亏 嗯 偏红一击加速度没办 他要是真的算死的话 对面女儿村刚刚那回合头上就没花了好不好 没多少血是 但他身上有那个杜劫 杜劫没破掉 嗯 这把还可以啊 这把大唐休息 但是没有人给大唐吃五龙 也没有人给对面大唐任务魂封印什么的 看来是算死了对面不会点杀吧 这也是算死吧 你总不能说剑会防到 防到了别人的点杀就叫算死 那我没有去防 因为知道对面不会点杀 这个算不算算死呢 恐怕也算吧 感谢观看 水清抗把风 哦 不会点对面女儿村了吧 一般来说是先点输出的 点女儿村确实比较少见 难得 小死亡居然也中 哦 请告诉我这两个字叫什么 为什么女儿村水清的神木 对面地府小死亡挂的是神木 还强啦 还强啦 神木灵用的是不是情形三 哦不是强拉 这他妈是千速 我他妈还被强拉了 吓我一跳 这他妈要是能强拉的话 这已经啊 这个这个PK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 这个是千速不是强拉 刚好回合放在一块的 诶 等一下 这这他妈好像不是千速 这是归速啊 那你强拉用情形三叠的 牛逼 我没听说过强拉用情形三叠强拉的 没搞懂 没搞懂 想不明白这个事 我没听说过 是这样的 如果有法系速度就不要强拉了 没必要强拉 你拉起来反而是个尸体 容易被挂小锁 你躺在地上安全 第二回合可以再看情况 要不要去拉起来活血呀 对不对 对面抓有点杀了 杜洁大唐 上盾 罗汉 加宝宝贴 这又是什么 这又算死了 再加宝宝顶要 这打PK这么多算死了 坏了 对面的这个指挥 被猪一样的指挥给算死了 怎么办 对面的 小小王没中 破语狂弓点的还好 不中就不中 对面没吃五龙 他连防都没防吗 昨天的起响 6是點他女兒詛咒之傷 詛咒之傷的話 配速是可以給大堂吃五龍的 那這樣化身也可以抽出空來詛咒之傷 化身媽精卿的牛逼 對面貼了啊 中了個大死亡 壞了中的是大死亡 要中小死亡就好了 兩個配速 破了兩個保護 那這小死亡是中不了的 壞了 對面就貼了兩個 兩個配速剛好破掉了兩個保護 白貼了 他場上有兩配速在 對面居然選擇只貼兩個 你要貼全貼好不好呀 算死了知道他只貼兩個 這樣的 這樣對面大堂可以扔巨劍 這回合如果防不到點誰的話 我推薦直接針對面地府 雖然我平時很討厭針地府這個行為 但是這把確實很難防 你不管是歲域化身還是控大堂 你都沒辦法防這個點殺 不如提先針 算了 就中了就認了 如果有辦法防 我倒是 我還是推薦去防一防的 這回合的確不是很好防的 對面拉羊虎 吃了個回溯 再拉羊虎 這樣對面下回合女兒村就可以起來了 還好我們這邊大堂是橫掃的 如果是扔巨劍點的那就真的太虧了 等於說就讓他們女兒村躺了兩個回合 大死亡沒有上 還要加蟲 火 算死對應的不是算活 對應的是整活 有的人算死 有的人就要整活 有的人就要整活 如果中大死亡的話 小死亡是一定中不了的 這又中了個大死亡 請對面再拉兩個羊虎 他應該還有隱宮的羊虎 他剛剛拉的都不是隱宮啊 他應該還有隱宮的羊虎 是吧還有羊虎 他女兒村算死自己會中大死亡了 拉起來直接出了羊虎 非常賺啊 這樣可以少拉一個 一會讓其他單位再拉一個就可以了 那我不知道算沒算死 反正他上把杜劫的是神木啊 反正我們是沒點神木啊 場上全是高速 對面神木靈點的善惡秒 秒不到這個地廳 這說明這個地廳不是超快的 是比這個孩子的速度要慢 至少比孩子的速度要慢 那這樣對面可以這樣 換個羊虎出來 用配速拉大唐 讓大唐來清地廳就行了 他應該可以這樣打 那對面大唐中大死亡倒地了 肯定拉慢地廳啊 這個倒沒有問題 我覺得邏輯是道爾對的 這個 他唯一的公寶寶是他躺在大唐 躺在街上的大唐的 所以其他人出問題也不大 直接水清的地府 對面是風的地府 那我只能說 那我只能說 啊 又是詛咒之上女兒村 女兒村招誰就惹誰了 一天到晚被點 又中了個大死亡 沒事對面應該還有陽虎 可以繼續點 這把扔巨劍 反正 中大死亡和中小死亡 你自己挑一個 你願意中什麼 看你 這次對面神木靈估計要隨機秒了 他應該不敢點著這個善惡秒 他怕萬一女兒村 再出地廳 又秒不到這個地廳 就比較難受了 我不知道這個事 是不是隨便打的 不知道 點化身了 除了之上 神木被封了 看他化身有沒有寶 沒寶 拉了個陽虎 霍甲地府 這個時候點了個 去點地府了 法防也不起了 就大死亡撞了 我們這邊先掃了 他大堂扔巨劍的你看 那這樣對面地府 是無論如何都延不了的 躺在地上 他神木靈因為出了青石 所以說他覺得自己能出手 那我只能說不好意思 你連點此大堂的機會都沒了 他那個唯一那個是個壁壘 又是算死了 是的 算死 我已經快被你們笑死了 唉唷 這個梗啊 太好玩了 對面貼了但是還是死了 對面誰拉陽虎 神木靈拉陽虎 好像只有神木靈可以 雞雞歪 好 瞄醒 請問這個雞雞歪又叫什麼呢 太好玩了這個 看了這麼久PK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好笑了 抽到了我的笑點 因為劍匯他沒有 劍匯他沒有特性藥啊 實在沒辦法出藏神這個東西 沒辦法出藏神 He 好 退績 好 哪妳有 有一千 趕快 就可以了 我這個時候已經不是算死階段了 這個時候要進入下一階段 不是 先是算死對不對 算死後面是什麼 另外兩個字 這不都一套的嘛 珠寶哥輸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喝酒準備驚聽抗風 那可以開無間 風捲殘雲它就是你佩戴月影有一個穩定的傷害加成 如果你自己覺得自己的臉比較黑 未必能出那個40%傷害的那一次法蓮的話 那你不如選擇用風捲 起碼有穩定的傷害提升 也可以 可以 平坎吶 狠人 没出满天对面 一个杜杰刚好防住了 坏了对面没有起酒饭清廉 不过他起力也一样 他单位可以起 华生要活血的 坏了对面贴的是大唐 不过贴女儿孙好像也会死 这没什么区别 进击必杀已经没了 怎么就赢了 很简单 玩原神玩的 昆蓬这玩意儿吃了一波大家现在防御没那么高的红利感觉都在堆法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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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這個引弓的速度有點慢呀 驢哥來了歡迎歡迎歡迎 歡迎老闆來看PK 對面化身按了個防禦但是並沒有打他呀 立P都沒P他 那這回合可能真的要搞他了 總不能這把再暗防禦吧 他上把如果沒暗防起了指人 這把星星許能站置 封地廳還是他快拉了馬還是沒他快 你別老逮著女兒村一個人耗啊我靠 又點他女兒村 射魂的是化身 我是不是應該點化身了這個 化身至少十回合大死亡呢 怎麼都想點他 沒有巨劍只有一點0元的巨劍 這個肯定是不夠的 反正九回合大死亡 十三回合小死亡 看他女兒村給他化身吃啥了 不管吃啥 女兒村直接碎玉他的化身 不讓他化身活 舍自己就好了 虛迷虛不死的 其實還是那個 其實還是那個碎玉好 我操他就都不捨自己了 狠人 再拉一尾毒槍搶搶速 提前笑女兒村 怕他女兒村這把喝酒 要放慈航 利劈沒藍了 沒辦法這個 工地廳他的這個法力資質 一般都是很低的 已經用了四個法術了 利劈也 好像用完了 關照萬象之後 還用了兩次 三次利劈 估計沒藍了 因為女兒村喝了個酒 狀態好 沒辦法 再點女兒村 扔巨劍 點著神木靈蜂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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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扔3點靈蜂卷 劍 點著神木靈蜂卷 沒扔出來 沒扔出來 大堂應該是會點著對面大堂 這種巨劍的吧 這個應該不會 反正兩個笛子已經加上 你這個其實應該是要破大堂的 當然這個局面無所謂的 這先例還叫到地府身上